大家好 国际消息最新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下午结束了和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双方的闭门会议之后大约是在下午三点钟和大陆的公安部长王小洪会谈 那么王小洪在这层里面证实布林肯他稍后呢会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 而王小洪他也是第一位和布林肯会面的大陆执法高层 一起来看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国务卿与中国执法高层的第一次会面 这说明啊我们两国国务卿高层执法合作 4月2日呢 习近平主席音乐同拜登总统进行的通话 指出了今年中美话题要坚持以和谋为贵 以文为主 以信为文 强调要与相互尊重的皇子加强对话 以慎祖的态度广度分歧 以复会的精神通通合作 而在和王小洪会面之前呢 刚刚提到布林肯他才刚和王毅举行了闭门会晤 那么行程呢可以说是马不停停 因为他接下来呢等一下不久之后就会和习近平来见面 而在和王毅共度的数个小时之内呢 双方试图在多项的尖锐议题上取得共识 那么针对美中的关系呢 其实王毅他一开始就告诉布林肯 在两国元首的掌舵之下 美中关系确实总体来说呢 是已经止跌气稳 但是呢另一方面他也强调 中美关系的负面因素还是在上升机具 面临着各种的干扰还有各种的破坏 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力呢 现在是遭到了无理打压 而且呢同时中方的核心利益 是不断不断的受到了挑战 接着呢王毅他就强调点名哦 他直接的点出 现在摆在这个两国之间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两国呢究竟他们是要坚守 稳定向前的正道 还是呢是要重蹈覆辙 让两国的关系螺旋式的一个下滑 先来听一段王毅稍造的画面 赶紧一方与这位关系 赴米民族仍在上升机器 面临着各种做法 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力 遭到了无理打 主方的核心利益 都在手上的两天 中美是坚守稳定向前的正道 还是重逃流行向华的处置 这本来美好与前的重大 也考验了双方的诚意 那么对于王毅的这一方话呢 布林肯他就回答到 他说如果要推动美中元首两方呢 是在旧金山会晤的一个议程 就要积极的外交 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 是可以取代面对面的外交上的判断 强调呢美方的立场 现在是希望可以确保尽可能清楚 彼此是有歧见的地方 就算不清楚 起码是要避免误解还有误判 那么事实上呢 两国元首会晤之后 双方的高层呢 近期确实他们是不断不断地 增强他们的交流 工作小组也是致力于解决 加强军事沟通啊 还有全球贸易的问题 但是呢 双方的关系还是很紧张 而且呢 台湾和充满争议的南海问题 依旧是在冲突的热点上 那么中外媒在网布会之后呢 又是如何地看待这场会谈 中国日报的社评就认为 其实这两个人呢 这一次的见面 很大程度上 根本就是在各说各话 不论呢 双方是在台湾问题啊 乌克兰问题 还是在以色列立场上 双方都是各持己见 包括呢 拜登他在23号呢 才刚刚签署了 援台援务还有援仪法案 而且呢 在中非在南海这个冲突 不断不断升温的情况之下 美日飞之前呢 他们在华府的时候 还举办了历史性的一个会晤 很明显呢 胡锡进认为 这个是冲着大陆而来 那么前总编辑呢 华人士的前总编辑 胡锡进他就分析了 美国现在呢 是在对中国玩起一个 两面的手法 一方面呢 是对华的态度 才一个双面性 搞布局 搞小三编机制 但是呢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 中美之间的高层 最近有很多的交流 是平凡地和中方的官员 来互动 试图是想要缓和 双边的减少气氛 但是呢 美国这种种种挑衅的 举措之下 胡锡进认为 陆方不妨呢 就接受美方他们 这个缓和的手法 以两手来对付中国 毕竟呢 接下和美国的缓和态度 对于中国来说呢 其实确实也是有利的 陆方是可以利用 美中之间的缓和时间 好好发展军事 还有经济实力 美国呢 对中国展现出两面性 我觉得呢 咱们要用两手来对付它 一方面呢 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 搞好我们的国防 做好呢 针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和部署 另外一方面啊 美国它缓和同中国的关系啊 我觉得它这个态度呢 我们呢 不妨给它接下来啊 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呀 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缓和的时间 搞好我们的发展 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啊 壮大我们的实力 那么胡锡进指出现阶段呢 双方不撕破脸 保持合作的空间是有必要 因为呢 其实美国现在最忧心的 并不是大陆 他们造了几艘船舰 最担心的反而是 大陆的经济会不断不断的壮大 因为呢 经济就代表一切 只要经济未来超越美国 那么未来中国在世界的这个角色 势必会在政治 还有经济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届时呢 现在和美国靠拢的国家 到时候他们的态度就会转向 而在美国方面 CNN就从双方的开场版 布林肯和王毅的这个开场版当中呢 CNN就分析了 当时王毅是特别点出了 警告美国 不要在中国的主权上踩红线 那么同时呢 CNN也认为 布林肯的此趟呢 他本来的意图呢 是想要加强中美的关系 但是呢 来访之前 拜登却签署了两项法案 刚刚提到呢 包括了援助台湾的81亿 以及T-talk的玻璃法案 坦言呢 这些时间点 确实是非常的敏感 王毅 delivered 关系的关系 中国的支持 中国的支持 对中国的支持 对中国的支持 和贡政问题 对贡政问题 这早上 他认为中国的国家 外国的主席 王毅 工作晚餐 开始了一晚 所以现在 在2.40pm 他会认为 中国的主席 公共安全 看到世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剛剛下午4點27分左右接見了來訪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習近平先是抵達了接見布林肯的人民大會堂 再跟布林肯合影握手之後雙方就坐 而習近平跟去年6月接見布林肯一樣是坐在主位的 習近平告訴布林肯 兩國應該做夥伴而不是當對手 應該要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傷害 應該求同存異而不是惡性競爭 而布林肯在結束跟習近平的會談之後 將會在黎華前舉行記者會 稍後呢我們也會有完整的報導 請大家一起說定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第1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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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